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浩TV,我是神浩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MacBook的入门 相信你跟我一样接触的第一家电脑就是Windows的电脑 如果当你想要换成MacBook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里就会想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MacBook 自己可不可以pandle得到 其实MacBook跟Windows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它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里我就会跟你分享 MacOS跟WindowsOS相似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吧 这是MacOS的界面 然后这个是Windows10的界面 所以我会以Windows10来作为我的模范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右上角 其实就是有WiFi、Battery、输入法跟日期 还有最新版本的MacOS呢,会有Siri 左上方呢,它就会有Mac的logo 点击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Shutdown、Restart 或者是System Preference 这一个右上角 我们可以称它为MenuBar 在开了其他的Apps或者是Fart的时候呢 这个MenuBar会跟着变化 在MacOS呢,我们会找到的就是叫做Finder 这个Finder呢,你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笑脸 这个Finder它会打开你最后一次打开的那个界面 在关掉全部Application或者是Folder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点击右上角 而MacOS呢,它是把它搬去左上角 红色是打叉,然后这个是minimize和Maximize 就是这个下方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好像是Windows 10里面的这些快捷键列 我们引导过的Application呢,那些会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找的地方就是在下方的 大列表的Launch Pack 点击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安装了的Application 或者打开这个Finder过后呢 左手边的这个叫Application的点击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安装的所有的Apps 在Windows 10所有的安装者的format是ese 而在MacOS这边呢,它是DNG 但它安装进来过后呢,它会变成Dock App 所以这个是刚刚我下载下来的东西 它是DNG format,Double Click过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Export变成一个App的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移到Application里面 之后呢,我们只要从这个Application里面 就可以打开了这个刚刚安装的Apps 只要Right Click,Move to Trash 或者是你只要把它移到右下方的垃圾桶 就可以安装了 什么样的USB format呢,会适合用在MacOS 从这个图表呢,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都是用NTFS 而MacOS呢,并不支持NTFS 因为它们设计是用FAT32 但是FAT32有一个坏处就是 它们新闻不可以一次过 copy 4GB以上的FAR 所以最好的东西呢,我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ESFAT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read跟write 超过4GB以上的FAR 而且是在Windows跟MacOS 都可以执行得到的东西 所以最好呢,是在 你要使用这个Mac之前呢 可以把你的Exner Hard Disk format 去ESFAT format会比较好 如何在这边增加那个快捷键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首先你只要打开这个App 然后再把你要的App 例如这个Pure VPN 我放下来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快捷键你觉得太多的话呢 你可以移出它 如何移出呢 它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 right click option 然后remove 或者是按这 然后把它移上来 你就会看到remove这个字眼 然后就可以放手 它就会不见了 当然你从这边remove掉的东西 你的App 是不会uninstall的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关于MacOS的入门呢 其实还可以分更多更小的一些细节 所以呢我会在接下来的video呢 慢慢分享这些细节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圣号TV的话呢 就赶快订阅圣号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何关于这一方面的资讯 当然如果你想要跟我分享一些资讯 请在留言栏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圣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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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